好 欢迎收听动漫废物 at RadioData.hk 的节目 逢星期四又来一次 8.9 了 改造 8.9 到9.5 的时间 就有我们 AC Repos 的节目 AC Repos 就不像 Part 1 讲文本 我们会讲其他东西 但是有什么方法收听 譬如现在已经有些听众 坐在这个朗浩坊的 B2 Slowly 雪糕店 在听我们的节目 或者在这个www.radiodata.hk 的网站收听 再不然就是 其实现在都有人 在动漫分米的网页收听的网址 就是 acrubish.cuhkacs.org 如果想和我们聊天 MSN我们 我们的MSN是 acrubish at cuhkacs.org 在开始讲什么题目之前 先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漫游者 大家好 我是夏木贝 我是木日朗 我们今天呢 就讲这个 广东话的动画歌 广东话的动漫 广东话的动漫 广东畅 广东为广告 广东、广广謌 广东乐广告 广东间中文 广东广告 我們就想討論一下這方面的文化 大家小時候可能都聽過《聲齒》、《龍珠》、《叮噹》、《魔神英雄傳》等 基本上都會有手中文版的廣東話版的動畫歌 有時候會連曲都是新的,連曲都是本地創作 有時候會用日文的原曲,然後配廣東話詞 小時候看《多拉A夢》、《IQ博士》 都是用了原曲,然後配中文詞 大家小時候看是不覺得有問題 邊看邊聽邊唱 小時候的儀歌基本上都是動畫歌的其中之一玩 可以說是有助於推動那套作品 但不知為何,大大下開始聽到有反對聲音 小時候不會有人說 我不想聽這些,很低B 你給我聽我覺得不好 小時候不會有這樣的事發生 但是現在慢慢發展下去 很多人說要提倡原創 覺得為何你不給我原曲呢? 尊重原作的意思 尊重原作的意思 為何你不給我日文的Opening和Ending 因為日本的動畫會有Opening和Ending 老實說香港動畫 你來了香港之後 他們基本上肯和你作一首都已經很厲害了 兩首一定不會 所以通常都沒有了 其實兩首都有一段時間 是近年 近年就改了 通常是比較Hit的有一首 其實那個轉變 我自己說回我自己 對這些廣東儀哥的看法 其實用動畫歌 我想儀哥不太適合這個態度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就會覺得 其實你已經前設了這些廣東歌 改出來是給小朋友聽 但是不一定 為什麼大人不可以聽這些歌 可以聽 但問題是 為什麼會把這些歸納是儀哥呢? 跟他的詞有關 因為他很多時候所用的詞 是針對某一班連齡層的觀眾 他會遷就 或者他們以為是那班人聽 所以其實反對的 是通常是年紀大 那班 我就是不想聽你們 作的那些儀哥 就是硬把這首曲 變成儀哥 可能那套作品 其實本身是儀同向的 例如《數碼報納界》 但是他那些歌詞 日文原曲那裡 其實不是那麼簡單 寫到一般流行歌手唱的 其實都不是的 其實日本的童話歌 都是熱血熱血 詞都來來去去 都是燃燒 擁抱夢想 其實都幾千篇一律 我會覺得低不低 我覺得是後話 當年其實 《City Hunter》 《城市獵人》都有廣東歌 但通常一些比較窄的人 都不是那麼喜歡的 可能由大了 不知為何 好像總是覺得很銀耳 但其實如果在我的立場來說 其實我覺得沒什麼 本地電視台 本地電視台 其實是一個努力 一個付出 他自己去作首曲 又再填詞 可能沒有作曲 只是填詞 填完詞 還要找人去唱 其實不是一個 如果你可以說 為什麼近年 其實少了這些 填了中文詞的廣東歌 我覺得也是因為 他們覺得得不到應有的回報 這方面我想說 我自己看到的轉變 以前作曲 就算填了廣東詞 你真的盡量去配合那套作品 譬如《IQ博士》 《叮噹》這些 甚至乎 將少少少 裡面的人物 故事發展 都放在那首歌 但現在 近年出的是不是 不是 我們看到的就是 某幾間大的唱片公司 只是為了利用這套作品 去捧他的新人 然後 其實他們已經準備好 將這些抽出 和你這套作品脫離 我的發展 我利用了你的人氣 你吸了一群年青人 然後就買我旗下這群偶像的碟 原意的本質 已經不同了 所以 為何現在 我們都喜歡 當年《IQ博士》那首歌 但今時今日 你其他新的那些 本地的動畫歌 已經沒有了那個感覺 是污染了 如果你說這件事的話 我就覺得 日本也是這樣 日本也是有找偶像 來唱這首歌 我和那套東西都沒有什麼關係 其實都不少 劍心那些 我又不覺得很有關係 都是很古靈精怪 譬如《他與他的事情》 他都是拿一首 舊的流行曲 出來翻唱 撿下去 就當開啟 那你Eva的Ending 又和那套東西很有關係嗎 《Bind me to the moon》 我覺得都沒有關係 我想以前是整個產業的尊重 我會理解為 我看動畫不特別多 但是以前聽 譬如剛才舉了很簡單的例子 《IQ博士》 你最少唱一唱都唱到一個角色出來 是吧 叮噹 雖然他原曲 日文曲都會唱回他的角色主角的名字出來 還有就是他們會認真地 最少都知道那套題是什麼 你這套動畫的題目是什麼 你再說 譬如我自己印象最深刻就是足球小將 你是知道這套東西說什麼 跟那個運動有關 是的 雖然我從來都沒見過 阿泰朝偉對腳就真的像摩打 但是 最少你知道 踢球可以用這些方法去描述 還有其實 我覺得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這樣反對 是 觀眾要求多了 即是 沒問題 你們是有付出的心力 去作這些廣東的曲詞 但問題 可不可以都給我們選擇權 例如 現在每個星期六 無面超人那些 你可以這麼有心機 弄上禮音 那為什麼歌曲那部分不可以用禮音 不是呀 現在也有些有的 不是 現在是簡直少了很多廣東歌的 即是 既然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做這麼多事情 你反過來還在罵 那我為什麼不一開始播完完曲 我又不用搞這麼多事情 你們又覺得開開心心有完曲聽 但我覺得其實 這個未必是一個好的現象 那你們剛才說 譬如說 現在的歌曲沒那麼好 質素不好 那質素是一個問題 但是 本質是另外一樣 你們指的是整體數量少了 因為他們不願意去再 不是不願意 是因為 根本就是我做出來 是沒有意思的 你明白嗎 即是我做完出來還要被人罵 那我做來做什麼 這個就是銷售學上面說的軟銷和硬銷的分別 即是當你面對一班 已經成長了 即是 像木本里剛才說 現在看的經驗不是以前 只是小朋友看 現在很多 看了十幾年 二十幾年動畫的人 他們大了 他們的要求會不同 希望 喂 如果你有得讓我選擇 我可能 當初只喜歡聽日文原裝OP 但我偶爾也想嘗試 或者感受一下香港的手段 但問題是你沒有 你現在是硬銷給我 我就反感 就這麼簡單 什麼叫做硬銷銷銷 我又不太明白你 所以我剛才說 麗音那裏就是一個選擇 他可能以前那些中文曲 也很多時候重新remake 那段片 未必用回原片 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 因為 因為我覺得 很多人 尤其是 現在最反對中文歌的人 我又覺得 原因不是說 什麼質素 各樣 那樣 當然他可能年齡層太低 他們都覺得 聽起來都覺得很低B 但其實有時候 日文都是這樣 他們覺得不低B 是因為他們聽不明白 我覺得其實最大的原因 得罪一點都說 其實是欺人 只不過是欺人 那你想想 其實是 如果你說 要看這麼原汁原味 但 不如不要配音 你字幕都破壞了 滲水 不如不要看字幕 只是感受一下 畫面 聲音很好聽 聲音 但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其實問題是 你來了本地 你來了本港 當然 某個程度上 都要將它 localize 本地化 還有 你大人看鋼鏈 但可能鋼鏈 都會有很多小孩看的 我都覺得 如果有兩種選擇的話 其實就沒有問題 任君選擇 這些叫做 但我會很支持香港的配音 縱使它是日本動畫 縱使它是日本動畫 縱使它是 其實這裏說到尾就涉及到來老貨的東西 你可以說台劇 什麼都可以 為什麼呢 就是 不一定所有人都想去認識日文 或者已經認識日文 但是我想看那套 動畫的故事 其中一個 我自己 聽日文原裝OP 我感受到的其中一個好處就是 他很多時候會在歌曲 和OP的畫面 竟然是有配合 唱到一些比較激昂的位置 他是動感特別多 我多佩服他們有這個 但是問題是 很多時候 你講版的曲 你是改到完全這些都不配合 如果對有要求的人來說 那就會少了一重投入 我想這個是 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 現在講的是 究竟為什麼要反對廣東歌 你可以說他質素不好 你可以說他改得不夠神穩 不一定要跟原著有關係 不一定要去直接跟那首日本歌去比較 但是你可以救病他改質素不夠好 但質素不夠好代不代表 就應該要抹掉這些東西 我們在 老實說 我們現在都用廣東話 和各位聽眾說話 其實大家沒有語 大部分的人都是廣府話 為什麼自己的語言 你會這麼討厭呢 我覺得 說要完全消滅廣東話歌 是一小處 但是問題 如果這些真的用心製作 一定會有人欣賞 但是為什麼不容許選擇 你不一定要看無線播 不一定要看無線播 不一定要看有線播 那就變成對立 即他沒有了那個包容 什麼對立 我不覺得包容 即是 現在我覺得 是怎麼說呢 因為譬如 我不管高清台或收費電視台 那你一些 譬如現在你無線 或者牙笑 他是免費給你看的 而現在 不用我們說 都知道 其實有很多途徑 如果你想看原版 即是日文原版 你不一定要這樣 即是現在 不是有人去逼你 一定要在電視機前 聽中文歌和中文配音 其實你自己已經可以做了一件事 即是我覺得 不一定要 即是我覺得 如果他有的 我會更加欣賞 但沒有的話 我覺得 亦都不是一個 很需要救病的一件事 如果你問我的話 如果一套作品 一套動畫作品 沒有禮音的話 我會寧願他有首廣東歌 都不是日文原裝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就是 你要將這一套動畫 去給公眾 用本地人去聽 去看 那我就想你整個package 都是一個 已經 本地化了的產物 是吧 譬如 我當買一本漫畫 你會不會想看到一本漫畫 封面是日文 topic 即是書名是日文 topic 但你揭開裡面是中文 我不想 這個不是中文版 我會選擇 我會選擇 如果真的不能選擇 你只有一種語言 我想你整套東西是中文化的 幾個理由 第一 就是 不要刻意去 握殺 本地的創作 第二 就是 這個是一個完整的中文版 是吧 他可能不好 但你不給他機會 作的話 永遠都不好 你要給他一個機會才行 現在透過技術提升 因為以前沒有例音 只是二選一 既然技術提升了 可以兼容這兩項 為什麼不讓觀眾自己去選擇呢 我從來都沒有說過不讓人選擇 現在是有些喜歡日文 或者是蝦日的人 不讓人選擇廣東話 不是想聽廣東話的人 不准有日文原裝 而是喜歡日文的人 說你不可以改做廣東歌 改都不給 不是說播不播 是改都不好 現在是喜歡廣東話 或者想聽廣東話 改編歌 或者想有些本土產業的人 是弱勢 是小眾被人打壓 不要搞錯 次序 有權去禁制這件事 只有日本那邊的版權 像有人 其他人 就算叫到什麼聲勢力氣 都未必可以改變現實 但是我覺得 如果能夠軟性提供多些渠道 反而更加有助去推廣廣東話 但是我覺得如果 譬如你所說的那些什麼自由選擇 其實我就有少少覺得是bullshit 因為剛才所說 你現在要看日本原版 真是易過謝火 香港電視台買了它 配音製作員 再播出來的時候 肯定已經九萬幾年了 如果跟現在追新班的人來說 所以其實他們應該 如果有看的人 早已看過他們的日文原裝 可能是怎樣 只不過可能 你配了音我又想聽一下 你配音版 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 不是太存在那個選擇 即沒有選擇那件事 但是去到這麼專業的觀眾 其實以成香港來說 都是少數而已 現在不是就是那幫人說 最搞笑的是 那幫是可以聽到原裝的人 走來說你 為什麼要改一首中文歌 我有一個問題想問 反問一下大家 或者提出之後 希望大家認真地深思一下 以前雖然沒有特別多禮音可以選擇 但是 無論質素好不好都好 你都會聽 當你未懂日文之前 或者你不知道 原來日文都挺好聽 之前 這種可能是心理因素作祟 你是不會反對廣東歌的 為什麼現在 因為那時候你是年輕人 你不懂得煲胎 你不懂得錄影 你不懂得上網 即場參考 你不會特別介意廣東歌 有些質素好 有些質素差 但是為什麼 你現在不讓那些年輕人 去接受這種事情 為什麼要說到 把原裝的動畫歌 改成廣東歌 就是萬惡 那現在那些年輕人怎麼辦 我不會聽日文 我連他的歌詞說什麼都不明白 那我回到學校 我怎樣用相腿 好像沒有打的跟朋友聊天 其實不要說動畫 其實有些外國劇集 來了香港之後 都會有一首 可能本港的主題曲 我們會說響翡翠播 那不是在哪裏播 那不是在哪裏播 明珠台那些沒有 那你就差遠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是英文 我講廣東話 對嘛 老闆 其實我會覺得 為什麼我會覺得 其實這樣是一個剝剝 剝剝了廣東話 廣東歌的生存空間 你見到那些人 有時候你上網 是被人改 他們的東西 來了香港 被人配了一首中文歌 就會吵 然後找誰唱呢 又吵 你找偶像 找歌手 那我一首歌 我不找歌手唱 我找誰唱 我自己唱 因為就著這些問題 其實我其中有一次 跟一些很激烈的窄去談 我自己都想到 為什麼電視台 只是會對動畫這樣做 為什麼對24 Prizen Pig 那些不會這樣做 有沒有想過原因是什麼 是不是動畫好欺負一些 不可以感覺 你說為什麼 只是改 廣東歌 那些根本就是兩回事 24 Prizen Break 不是放在翡翠台那裡 他放在明珠台 他本身就是講英文 沒有黎音之前 他就是講英文 不過有字幕 不止 台劇都有廣東歌 台劇都有廣東歌 日劇都有 譬如現在下午你看 你看一生慰勞 忘記台灣還是大陸劇 大長金都有 他一樣有改編廣東歌 因為他是在廣東話的電視台 Prizen Break 24 因為他在明珠 在講英文的電視台 他本身已經是講英文 他禮音 只不過是有一個中文配音 所以相同地 他們不會說 我特意做一首中文的主題曲 然後你按禮音 你就可以聽到中文的主題曲 就不會這樣 我就想 電視台高層是覺得 在我這個台播 你們就焗著硬吃了 就算連選擇權 我都不會給你們 為了我其他的商業理由 我自己反而會想 會不會這個動機 我覺得這個是有些避害妄想 不需要做這麼高質的廣東動畫歌 我覺得高不高質 這個是看資源 老實說 你連現在本地一些流行曲 不要說動不動畫歌 他詞那裡 說真的都是幾千元一首詞 一萬都不夠 可能那個人真的 雙手好像摩打 才可以寫出來的時候 流行曲 給一些大明星唱的都是這樣 更何況你說 只不過是 未必可以有這麼高的 商品價值的一些動畫歌 可能就更加密密的去寫 所以我覺得質素又很relate 他們放了多少資源 即是說質素問題 反而我自己最深刻的 之前是一首GuruGuru 那個片尾曲 我覺得真的完全是 切合到那套作品的風格 所以我非常欣賞這一首的作品 近年是只有我自己 心目中只有這首 可以跟十幾二十年前的比較 GuruGuru都是十年 是呀 變了就是 看到是那個質素 因為那段時間 我自己都是 某程度 都可以算是哈日那些 我都是支持 儘量要有日本人 但是那一首都令我 放棄了這個想法 如果 反過來看 就是因為那個質素 如果 電視台有個彈性 被別人去選擇的話 就算有些沒那麼高質的 可能有些新的歌手 或者新的填詞人 都需要成長期 就變成有機會大家 這樣共融 就是兩邊接軌 不會去到那麼極端 說要扼殺其中一邊 我想 暫在資源 或者 怎麼說 電視台那方面 如何安排 他有多少錢 可以給到一些歌手 給到多少些填詞人 最少不是我 最擔心的那個位置 而是 為什麼 在聽眾層面上 會這麼排斥廣東改編歌 我正在想的是 電視台有沒有錢 不關我的事 而是 我們作為動漫迷 自己那幫人 為什麼會這樣想 會不會對自己的 本土文化的一個 不認同 總之改編的 總之不是 本地的創意的話 我就會覺得它是差的 老實說 好像之前 曾經 過年來香港 他首主題曲 被人罵到九彩 由陳奕迅唱那首 但我最初以為唱得很差 因為我首先聽到 那些人踩得很厲害 我以為很差 因為那些人又說 要上街遊行 示威 搞到天路民怨 但我真的聽到 我以為很差很差 然後我聽到 又不是真的這麼差 而且都OK熱血 你說它裡面有些詞 好像沒什麼意思 其實就算人們熱血歌 也有時候沒有什麼意思 聽到我覺得OK熱血 如果你說以陳奕迅那種 去癲癲地喊 我覺得都OK 我又不是很明白 尤其那時候 那些人在吵 那首歌都沒有公佈 只不過說 來了香港會有廣東歌 然後會由陳奕迅去唱 就開始應罵了 這個情況 其實我覺得跟大陸發生很多新聞一樣 都是借題發揮 我自己聽過 我都覺得 極其量 只是不夠match 但這首的演繹是好歌來的 但問題是 那些極端宅 他們覺得長期 做事或提議見 沒有人理會 所以我就趁這個機會 你找個最紅的人唱 我們就最激烈去反對 去博取別人的主意 對呀 那時候反對得最激烈的 那些是幹練宅 來的 就是幹練的粉絲多 就不是說 一向反對 但那班不是最大的聲勢 是附和那班才重要 比起反對那班 其實很多不同論壇 貼很多這些反對 投訴 的post 其實基本上都是同一班人 他們就是根深體顧 有一種思想 他們就是經常以為 我覺得這些已經是被害網上 經常覺得電視台剝削我們 看不起動漫迷 等等 其實電視台 我覺得 他也是賺錢 他也不會特別去看不起 你什麼動漫迷 他不是刻意這樣做 難聽說 他都看不到你 他怎麼看得起你 但他們心目中覺得 我寧願給日本那邊剝削 我都不給你香港那邊剝削 我覺得有時候 他挺搞笑的 那個題目 當然 你說 我都是覺得 如果你有禮音當然最好 但如果沒有的時候 他可能 譬如說 一套動畫 我不講講練 可能隨便一套動畫 他是打算給一些學生看的 有廣東話的歌 和配音 其實是一個都幾合理的情況 我覺得 因為上一次關於這個 原裝動畫歌 是那一套 什麼龍傳說 非常容易同向的 就在星期六日下午播放的 類似寵物小店 又出了很多小小的遊戲機 那些去畫 但他連結尾都配合 一首廣東話 奇怪 可能是有投資 代理商的支持 但問題是 這套作品 很有趣的地方是 因應這個故事 不同時間發展 他換了幾首 Open and Ending 有日文 有英文 最討厭的是 他把那些配合中文版的字幕 不要緊 有時候我聽一下 你本地的 但他把這些字幕遮蓋了原裝的 搞到我想留意 他的歌詞 譬如英文 他到底在唱什麼 連這些都沒有了 變成 他們電視台的手法 是去到很多層面 有時候你避不住 這些比較冷門的 你不會在網上找到 source 那些人的怨氣就是這樣 覺得你無孔不 電視台無孔不入去 削減我的知情權 我就覺得很搞笑 什麼知情權 我想看中文 聽中文 聽廣東話的那些 我身為香港 竟然不能聽廣東話 你是不是在剝削我的知情權 你想想 一個廣東話為主的電視台 去買一部日本的動畫 把它變成廣東話 已經就是將 將香港人應該獲得的知情權 大知情權 知道資訊的權利 去帶回來 免費地播給你看 你要學什麼人去反對這種做法 是不是 如果他沒有禮音 我好像剛才這樣說 如果他沒有禮音 那就應該是中文化 而不是將它日文化 如果你要看日本版 你買水貨DVD 去訂吧 一定訂得到 怎麼會訂不到 很可能訂不到 那不用搞禮音 基本上 我的意思就是 如果有禮音 這個是bonus 有日文的禮音 這個是bonus 給你聽完日文 沒有問題 我完全支持 有得選擇 有誰不會支持 我不是反對 多選擇一定是好的 我不會反過來 我是廣府話的原教旨主義 但是你不要剝削 我不懂日文的人 去看中文的權利 我身為香港 我不期望自己 會被剝削 看中文 或者這樣 如果說日文 很多人 我覺得有根深蒂固的觀念 但如果我當 譬如我現在 當我是電視台 我買入了一套 印度片回來 那它的開放 都一定是印度歌 都是一些 一聽到 可能如果 聽不慣印度文的人 你就已經 插了眉頭 你搶什麼 又疲疲疼疼疼疼 這樣 那你可能真的會覺得 這是什麼 但是可能這個故事 適合本地人 看的是 現代的故事 可能是愛情故事 不過又在印度發生 他配一首普通的比較廣東人比較接受到的歌,其實也是很合理的 你這樣聽你覺得這樣比較合理? 所以我一開始講的就是那個選擇權 你說印度這個我就非常同意 因為其實現在印度的電影在荷里活這麼Hit,就是因為他的歌舞 但如果你這個CUT了,反而就是被人最救病的地方 我們不能夠知道受眾的消費者觀眾最欣賞是哪一部分 但可能剛好就是他最好的給你CUT了 這個就是不夠體貼 我就覺得很好笑,你剛才說的是歌舞片 是CUT了裡面的歌舞 我現在跟你說的不是歌舞片 我的例子是前面那首主題曲 這個故事我沒有搞他的 就是我沒有去中間,無緣無故有段歌舞 我突然是silence 了他 因為很多澤民就覺得這個OP是一套片的其中一個重點所在 是一個表達 當然現在也有很多名不符實 《怪人》和《狗肉》完全不拉耕的人走去唱 其實你亦都可以跟你relate你剛才所提出的一件事 就是說日本的Opening和Ending 譬如他唱到激昂的時候,畫面會比較激昂 他很溫和的時候,畫面會比較溫和 譬如我用禮音才算 但我手曲,可能根本手曲都不是他的手曲 詞亦都不是他的詞,更加不是他的詞 譬如他的手曲是很激昂的,但我手曲是很輕快的 即是搞笑的,那你就跟Opening是不配合的 禮音都解決不了,你沒有兩條片給別人看的 就等觀眾自己選擇 甚至可能不同的練習的人,就會有不同的取向 譬如我聽廣東歌的,很輕快的,搞笑的 他們說畫面為何那麼熱,怕人打人,打我爆了 但這首歌是嘻嘻哈哈,整班小朋友很開心 你就不配合了 我講的就是,你見很多廣東歌 如果自己自行去作一首歌,又自行唱 通常都是剪過的,是用動畫原片去剪出來的 其實他們都是有留意這件事 不過,如果剛才的情況就是,同曲不同詞 這樣就可以解決的,因為通常都是那個位 同一段片都沒有問題 但如果曲都不同的時候,很多時候都很難配合 我相信是這樣 這個留給不同的觀眾自己選擇 即是誰人覺得哪樣適合自己 因為我始終覺得年代不同了 有些人可能越轉牛角磚越深 有些人可能包容性越來越強 很難說完全兼顧 我認為,做窄不要常常以為我是窄 我就是這樣,然後這個社會要轉變來就我 其實是不是這樣的 我覺得做窄,我也是窄 你要學會自己的眼光放軟 要包容性大些 你做窄,你都想動漫的事業 越來越多人去喜歡,去投身 去做更多好的東西出來 那你要將這些東西推廣給其他人 別人才會覺得好東西來的 那你怎樣推廣呢? 即是如果你說不行,我要聽日文,我要什麼 最好裡面不要配音了 全部都是用回日文原裝的 字幕都不好了,我懂得聽日文 那你可能說,那段下面中文字幕是在污染我眼 可不可以按走字幕? 我要發明一件事,就是按走字幕 如果我覺得這樣去發展,其實不是一個很健康的發展 我想其實是這樣 我和夏木輩都從來沒有說過,只可以容納廣東歌 有禮音,有選擇,必然是好事 有選擇是對所有人都有好處 但是我想每一個人都有一種這樣的經歷 就是你小時候不是日本人 你不是聽日文獎 但你必然不是懂日文開始的 你一出生不懂日文,就肯定了 你作為一個香港人 那你可不可以先讓現在的小朋友去看動畫的時候 先聽中文OP,聽廣東話配音 有禮音給你選擇,你聽到的 讓他們去投身這個動畫的界別 然後他們成長了 他們喜歡日本動畫,想聽原裝,想看原裝 走你那條路一樣 跟我們這個年代成長的那群日本動畫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都是小時候聽本地的OP 然後大過了,喜歡聽原裝就聽原裝 如果想簡直是消滅了這個 subtitle 麻煩你買DVD 但我覺得你不可以剝削後來者 你也是這樣經歷過的 你也是這樣長大的 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 簡單來說 我覺得沒有理由去欺騙後輩的發展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挺有爭議性的話題 我也想向這群激昂的窄說一說 你們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跟日本那邊說 日本那邊不騷擾你們 那就可以節省口水了 其實看見現在的發展都變成其實不是所有動畫都會被染指污染了 但不要用污染這個字 很反感 我現在對他們說 他們這樣才聽得到 即是不是兔兔都有廣東歌 我覺得你們最有效的爭取此權益就是 只是建議電視台給大家選擇權 這個我想已經兼顧兩方面 因為如果要說騙了 第一 你們不可能做得到 第二 亦都不公平 你反而應該是要求他們出一些高質素的 去到你們能夠接受的水準 我覺得反而是兩方面都可以各取所需 好 那這個話題其實都未完 跟今集的港萬咬借波一樣 我們下個星期都會講相同的話題 有相關話題 如果大家覺得廣東詞動畫歌 已經是一個很有爭議性的話題 其實下個星期還有爭議性的 就是同人次 準備大家邁來現場 跟我們兵人相見 我們還請了一些都頗有爭議性的嘉賓上來 真的要抹乾淨的耳朵去聽 記得坐定定聽 在下個星期坐定定聽之前 明天都要坐定定聽 明天都要坐定定聽 明天《萬動漫廢物》 十點鐘就會直播 跟大家講一本新的漫畫 在香港來說就是《米原修行的復售鬼》 這本書其實都稍有來頭 明天不要錯過 今集的時間就到此為止 如果有些什麼的話 歡迎到我們的留言板 跟我們一起聊 今晚就多謝大家收聽我們的節目 拜拜